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在星期一到訪克爾松市中心一個廣場 與當地居民及烏軍會面並出席了升國旗儀式 他表示收復克爾松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形容是戰爭結束的開始 不過他又提到雖然距離全面修復失地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但烏軍將會繼續戰鬥逐步奪回所有被佔領的土地 他更點名感謝美國向烏軍提供在戰事中多次發揮重要作用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系統 而澤連斯基也有向多名烏克蘭士兵頒發紛章 藉此表揚他們在奪回克爾松的戰事中英勇作戰 當日來到廣場的除了烏克蘭部隊外 還有不少帶著孩子的父母 當中有些人更是手推著嬰兒車 在人群中有部分人揮帽著烏克蘭國旗 至於其他人就直接將烏克蘭國旗披在肩膀上 烏克蘭表示已經準備好進行和平談判 但不是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談判 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禮拜一 第一在Facebook上重新烏克蘭提出的五大條件 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寫道 第一立即結束這場戰爭 第二撤出所有俄羅斯軍隊 第三恢復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第四對於所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 以及第五提供不會重複侵略的有效保證 在烏克蘭的反攻行動之下 俄羅斯上個星期從克爾松市撤退 這次撤退舉措標誌著俄羅斯軍隊 在這場戰爭中的第三次大規模撤退 也是首次在面對烏克蘭大規模反攻行動時 放棄如此大規模的被佔領城市 至於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拒絕評論澤連斯基到訪克爾松的行為 但重申克爾松是俄羅斯的領土 超正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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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正的人佔有效 超正的角落 世界大陸最高的角落